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篇呢跟大家分享有关有关睡觉睡得好睡得不好睡得深睡得浅的一些用法那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关睡觉用sleep这个单字的一些expressions那before跟大家开始进入正式的分享我先来跟大家分享好久没有分享了发音这件事情OK大家在发sleep的时候常常会不小心的把它发成slip slip那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发sleep的时候你的嘴角要用力要有点呈现微笑的状态你要发sle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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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发音才是比较正确但当你嘴角没有用力的时候变成slipsleepsleep就是有点滑滑的意思 所以跟睡觉的sleep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记得s-l-e-e-p睡觉要用力哦sleepsleepsleeps Let's get started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expression呢叫做sleep insleep insleep in的意思就是睡很晚睡到超晚的意思很晚才起床打个比方Regina普通平日可能八点七点半起床可是周末睡到十点十一点或是睡超晚的睡超晚的就叫sleep in睡到晚起sleep in打比方就是说I sleep in I sleep in on weekends就是我周末很晚起sleep in on weekendssleep in那大家学习了没?ok第二个呢叫做sleep oversleep over也有人讲stay over所以大家应该蛮常听到嘛意思就是过夜打个比方Regina有个朋友来家玩然后外面突然刮风下雨然后叫不到计程车这时候我就问他说do you want to sleep over tonight?do you want to stay over tonight?代表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留下来过夜的意思所以sleep oversleep over就代表住宿过夜的这个意思哦那最后一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叫做sleep on it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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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it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就是当你如果要做一个意思意思意思就是当你如果要做一个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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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回答他的时候你跟他说 well, I have to sleep on it and I will let you know tomorrow 这首就是 我今晚回家睡一觉 想好了明天再跟你说 就是你当下不会 make这个 decision 你是睡了一觉之后 隔天或之后才做这个决定 叫做 sleep on it 大家有没有学起来这三个expression 以及sleep的发音啦 那希望今天的教学呢 对大家都有一些帮助 然后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Rugina Rugina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有关 有关咖啡的英文用法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喝咖啡 所以英文用到咖啡的次数真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OK,说手边刚好有一杯这个杯子 没有打广告嫌疑 就是刚刚好 但是也很细节这品牌 启发我录制了我的第一个YouTube的影片 Anyways,OK 那在这杯子上面 喝咖啡是一个 personal preference很重的一个习惯 所以它这上面可以让大家 customize自己要苦一点淡一点 或是甜一点 就是你在点餐的时候 可以跟店员讲 那你在这个杯子上面 第一个看到的会是 decaf decaf 看得到吗 decaf OK decaf呢就是decaf的意思 所以当你如果今天就是不想喝那么重咖啡 可能喝了会心悸或什么的 你只要进去就跟点咖啡的时候就说 你要decaf 店员就知道是decaf 但是基本上依照我的了解 好像decaf它的制作方法是说用化学的溶剂嘛 就是用溶剂去把咖啡豆里的咖啡给溶解出来 而制造出decaf 所以听起来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天然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如果知道的朋友下面留言给我 就是还是不要喝那么不天然的好了 那第二个呢叫做Shots Shots 有喝取我的朋友应该叫那个烈酒 它就是one shot two shots 那一杯一杯的烈酒 一小杯那个叫做Shots 那咖啡的这个也是 在咖啡的这个Shots呢 就是一小杯一小杯的浓缩咖啡 如果你们有在看 他们在做这个浓缩咖啡的时候 你就看会慢慢的滴滴滴滴滴 滴成一小杯 那个一小杯浓缩咖啡就叫做Shots 那像我朋友Yvonne 她就是喝咖啡口味很重很重的 所以她点了一杯拉特 他会觉得不够咖啡味不够重 所以她每次点了一杯拉特 都会要Extra Shots 就是更多的这个Shots 加到它原本拉特里面应有的剂量 所以是Extra Shots 所以如果你当天觉得想喝苦一点重一点 或者是你当天需要极大量的咖啡 你再点这个咖啡 所以就跟她说 Can I have one grande latte with one extra shot two extra shots three or four or five 就是Extra Shots 但是应该不会要到那么多 普通加Extra one shot都已经还蛮重口味的 而且提醒大家你在加这个Extra Shots的时候 其实每个Shot都是要多加钱的 不要说反正免费多加 没有喔 好那接下来第三个框框这边是Syrup Syrup Syrup呢是糖浆的意思 那像它里面有像这一间或是很多咖啡厅 它都会有其他调味咖啡 像什么焦糖口味的啊 或是香草口味的啊 或像我自己也喜欢喝抹茶口味的 那像这一间它也都会另外压那个糖浆进去 那我在点的时候我都会跟店家说 我要less syrup less syrup 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你糖不要加那么多 它这边可能就会写50% syrup或什么的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你不想要喝那么多糖浆的时候 其实在用英文 你是有选择可以跟他们讲说 你不要喝那么甜喔 打个比方可以说 I'll have one I'll have one grande green tea latte but less syrup 那它就知道你要green tea latte 然后但是不要那么甜的意思 那接下来第四个是写milk milk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单字嘛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写 那是因为像在喝咖啡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你要全脂的牛奶 或是低脂的 或是你甚至要的是豆浆 那你就可以跟他讲 你要regular milk regular就是正常全脂的牛奶 low fat low fat 顾名C就是低脂肪 或是有时候别人会讲说 是2% 2%也就是代表2%的脂肪 或者是你跟另外一个讲法 是reduced fat milk 就是也是低脂的牛奶的意思 那至于豆浆呢 就是soy milk soy milk 就是一样的依照你自己的喜好 你可以去build up你自己喜欢的一杯咖啡 以及最后最后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以前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波士顿天气很冷嘛 那有一天我去点了一杯咖啡 然后那个帮我点餐的客 不是客人 我今天一直讲错 帮我点餐的店员呢 就跟我说 Do you want your coffee to be extra hot? 就是通过我的咖啡要不要帮我做得很烫很烫的意思 因为可能有时候别人在加热的时候 他只把它加到温 不会到烫的那种感觉 我当他听到就想说 Yeah of course 因为我超爱喝烫的啊 我就在那个之后我才知道 哦原来点咖啡我还可以跟店家要求说 我要I want it to be extra hot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也蛮喜欢喝 比较烫一点的东西的时候 可以跟店家说你要extra hot 但是在台湾我不确定 有没有这样子的风气 因为有一次我就跟店家说我要extra hot 就是说可以帮我做热一点吗 然后那个店家小姐就是有一点疑惑 不太确定 虽然他最后有帮我弄热一些 但是可能在台湾 因为可能天气也比较热 不需要弄到那么烫 美国比较冷一点 but anyways 讲了太多故事了 那希望今天的咖啡的分享呢 对大家都有一些帮助 也希望大家原谅我今天舌头有点打结 那如果任何问题或是有任何good or bad feedback 欢迎大家留言在下面给我咯 那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我是Eugina Eugina今天呢跟大家分享 比较女生一点的英文分享 那就是有关鞋子的种类 当然说男生也对鞋子 但是是女生比较into 所以我才会说是女生一些的英文教学 好anyways那我们就let's get started 那这场听到呢也算是很简单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高跟鞋 高跟鞋叫做high heels high heels 一定要加s哦 所有鞋子的这些单字都一定要加s 因为你的鞋子是一对的 一定是负数 所以一定要加s 所以是high heels high heels 所以像这个 不好意思我没有细跟的 那种高 反正是高跟的呢 就叫做heels high heels 那再来 我自己没有 但是大家知道台湾蛮流行那种反传鞋嘛 就是比较厚底的 厚底的那一种 就是后面整个是石心一片的那种反传鞋 叫做widges 就是heels跟widges 两个其实不一样 一个是细跟高跟鞋 一个是厚底的 叫widges 那再来 凉鞋 凉鞋跟拖鞋又不太一样哦 凉鞋就是后面是有带子的 拖鞋是后面是没有带子的 凉鞋比拖鞋正式一点 凉鞋的英文叫做sandals 那拖鞋基本上 flipflop是非常非常美国的讲 那flipflop就是夹脚拖鞋 所以sandals跟flipflops是不一样的 像那你们觉得这一双是flipflops还是sandals呢 后面有带子 可是他他又好像是拖鞋 夹脚拖 but anyways 你们大概get the ideas 那大家知道 好忙哦 这个平底鞋 平底鞋 最近也不是最近 大家现在非常非常流行 平底鞋的英文叫做flats flats 就是平的 叫flats 就是平底鞋 那这一种 这一个呢 就是靴子 靴子叫做boots boots 是靴子 而且记得一定都加s 因为的鞋子是一双的 那这一个运动鞋 运动鞋有分英式跟美式的讲法 没错 这就是我超常 超常穿出现的那一双运动鞋 美国的讲法叫sneakers sneakers 可是在英国这边 你比较常听到是trainers trainers 但是basically 他们就是休闲运动鞋的意思 以及最后一个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一个 这个牌子 你可以说这是boots 这算是靴子 但是这个牌子 台湾的大家常常都念成 UGG 你有没有UGG那一双鞋 其实大家会把它分开念UGG 但这个的念法其实是念 UGG UGG 那加s的话就是UGG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学起来 不要再念它UGG了 虽然也听得懂也OK啦 可是我们就是会念UGG 是这样的讲法 OK 男生是不是看了一头雾水 but anyway 这其实我觉得自己是还蛮实用的 不管是说你去挑鞋子 或do online shopping 或是你自己的knowledge 我觉得这一些单字量呢 是很生活化 还蛮实用的哦 那今天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可爱的女性朋友们有些帮助